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我再回到酒吧 那我们 谁啊 初恋女友 你有跟她打招呼吗 没有耶 他应该没看到我吧 难道是不欢而散 算是吧 刷一听听啊 哇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夜景耶 我也没有耶 下个月就要考学测 我们两个高中才在那边滚混 很值得啊 省钱读书的 麻烦死了 那你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 没有耶 我什么都会是能做什么啊 你很会唱歌啊 可以去当歌手 开什么玩笑啊 如果我爸妈知道 会被气死的 那你会想去台北的学校吗 台北哦 还好吧 我的家人跟朋友都在高雄啊 去台北还要重新适应 麻烦死了 可是台北的夜景一定更漂亮吧 诶 你知道吗 传说啊 只要对着夜景 大声喊出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就会实现咯 怎么可能 电影都这样演的啊 试试看吧 我要成为海贼王 没错 我要当世界冠军 我要考台大 我要被孙总统 我要郑琦夫唱歌给我听 我要邦凯琴跟我在一起 我要 那我的愿望呢 好 尹语 啊 哎 诶 早安 起床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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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美麗的事 吃飽沒 欸 你不要再為了沈仙去吃泡麵喔 可是你一不缺 都靠下你在的地方 未來的大歌手 有沒有認真在寫歌啊 我今天有去小巨蛋賣一場看耶 以後我可是要當你的經紀人的喔 快期中考了 這次考不好的話 等我回高雄的時候 你就死定了 怎麼了 真情風 怎麼了啦 有蟑螂啦 白癡喔 你不要嚇我啦 祝你生日快樂 對不起啦 我最近真的太多報告了 下次回去 一定請你吃大餐 你不要生氣囉 你不要生氣囉 不要白白錯誤 並且以後星光 跟著閃爍 好久沒有來了 還是一樣很漂亮 怎麼了 你心情不好 沒有啊 沒有啊 你可以說出來啊 你畢業以後 你會覺得在台北嗎 幹嘛又問這個啊 你回答我啊 賭商館當然是台北工作機會比較多啊 而且那是我喜歡的 你不高興嗎 那我呢 你那麼喜歡唱歌 畢業之後可以來台北工作啊 像我有個朋友 我不要 我要待高雄 為什麼你一定要自己待在這裡 台北有那麼恐怖嗎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去台北啊 高雄有什麼不好的 高雄有什麼不好的 我們去台北還是可以繼續創造我們的回憶啊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累了 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 我真的累了 可是我真的盡力了 你不要生氣啊 吃夠了 你輸給我聽好不好 在那之後 吵了孰不清的家 最後還是輸給了距離 所以你在酒吧住餐是因為他嗎 或許吧 謝謝你的酒 跟老闆說我明天八點到 如果我是你 我會打給他 畢竟 是當初的他 造就今天的你 有什麼好嗎 我沒有說 我會打給他 你不怕 你不怕 我會打給他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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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供 可不可以 唱歌給我聽 響鐘 響鐘 響鐘